我第一次踏進這裡的時候啊 這裡就像是一片叢林 我在這裡發現了很多的生物 還有保育類動物 像是瑟香貓 大管酒 還有深山竹雞 我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我想要創造一個跟這裡的生物 共存 共融 共好的咖啡園 這裡的附地面積大約兩公頃 那種植大約一千多顆咖啡樹 其實啊 我剛開始務農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麼種咖啡 那在台北市 也不知道要問誰 所以我就到中南部 像是雲林 嘉義 屏東 然後去跟那邊的咖啡前輩們請益 然後再回到這邊觀察 研究 找出屬於適合我們北投的咖啡種植方式 我現在要來除草 因為這條路是 大家都會走的一條路 所以我有看到草就會把它除一除 那我幾乎是 在原子裡是不除草的 只有在採收前跟採收後才吃 像這個啊 就是紫花荷香劑 那我會保留一些蜜圓植物 那因為我覺得 草類對咖啡園的病蟲害防治很有效果 像是蟬欄就會躲在草蟲裡面 它就負責幫你吃咖啡樹上的海蟲 我希望啊 讓我的咖啡園可以回歸到生態平衡 所以我除了不用農藥跟除草劑 也盡量不下肥 然後採天敵防治的方法 來降低病蟲害 用減少人為干擾的方式來種植咖啡 在2021年 我先後取得了 綠色保育 產銷履歷 以及有機轉型期三種認證標端 透過綠色保育標端 消費者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我們是如何的善待這塊土地 透過產銷履歷跟有機轉型期認證標端 消費者更可以清楚的知道 農產品的相關資訊 而且啊 台北市政府在源頭 更嚴格的把關農藥檢驗 這會讓農夫更有責任感 消費者也會更安心 我們的咖啡園在大豚火山產區 那在台北市的氣候跟地形的表現 還有我自己本身的田園管理的方式 我們的咖啡喝起來跟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樣 入口呢 有點巧克力的苦味 但是噴進喉嚨之後呢 它帶出的是堅果的甜味跟香氣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的味道 因為這就是我追求的 當地土蘭裡的味道 在台北烏農就是離消費者近啊 那我們生產者就可以很容易的 帶著消費者來到我們的產地 體驗我們田裡的風土人物 我很喜歡這一塊土地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 並重視自己生產的這個環境 你在台北市的水平 在台北市的水平 在台北市的水平 在寺北市的水平